七月一號要到了 我們帶您搶先來了解 是有幾項新制即將要上路 包括未來汽車停車 駕駛人或是乘客 如果沒有依規定開關車門 導致肇事 可處一千兩百元 到三千六百元的發還 另外專屬電動車的意外保險 也將正式上路 白色轎車開了車門 下一秒後方車輛開過來 往前就這麼一推 車門當場反著斷裂 類似危險行徑 卻綠綠平傳 黑色休旅車停在加油站旁 車上駕駛突然開車門 導致後方騎士閃避不及 擦撞車門 害得女騎士連人帶車 向前挖行倒離不起 你看類似情況不斷發生 就怕造成傷亡 交通部公告 七月一號起新制上路 汽車停車駕駛人或乘客 沒有依規定開關車門 導致肇事 將處一千兩百元以上 三千六百元以下發還 同天上路的新制 還有這個 大面積攤方土石 有如瀑布倾斜而下 花蓮的清水大山 受到地震影響 山壁直接裸露一大塊 面對四零三強震 衝擊滑動地區觀光 升行新制七月一號上路 包括臺灣PASS 台鐵板兩人通行 一人免費 滑動團體旅遊 每團一萬五千元補助 還有包東境外保持獎助 臺灣豪行臺灣觀光巴士 優惠擴及宜蘭等 希望藉此帶動道地觀光 特斯拉製造起火 消防員一度出動六部水車 才終於將火勢撲滅 未來城堡電動車因意外事故 導致車輛損失保險 也將在七月一號上路 但得留意 如果是因電池自然爆炸 或是充電導致車體毀損滅 滅失等則不在城堡範圍內 眾多新制即將上路 提醒民眾多留意 避免自身權宜收順 記者綜合報導